台中一名42岁的黄姓女子 她参加公司的尾牙聚餐 酒后竟然是开车上路 行经激慢车道的时候 一四十不升酒力 擦撞停在停车阁内的一辆特斯拉 之后翻覆 那幸好她人是没有大碍 不过是醉到不省人士 无法酒测 送医来抽血换算酒测 只有是达到了0.95 被依照公共危险罪行送办 行车记录器拍下 黄姓女子开载激慢车道 没有想到一个不留神 直直朝路旁停在停车阁内的 蓝色特斯拉撞了上去 撞击瞬间画面一阵剧烈摇晃 接着一片漆黑 换个角度 撞上特斯拉后 轿车整个翻覆在马路上 画面也跟着翻转180度 白色轿车四轮朝天 翻覆在路中央 蓝色特斯拉的左侧车身 整个被撞烂 而女驾驶自行爬出车外 没有大碍 我们是打给她 我们才来到车路 原来这名42岁的黄姓女子 刚吃完公司的尾牙 没有想到酒后开车上路两货 女子醉到不省人事 送医抽血换算酒册值0.95 这下她除了得要赔偿 特斯拉车组的损失之外 警方事后也将她 以公共危险罪送办 街江无相三台中报道